编曲 彌陈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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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阿弥陀如来呢 祂本身是我的 一个 本尊 就是我的一个本尊 那我觉得 这个莲花布的 他也是莲华部的部主 莲华部 所谓佛 菩萨 他都有所谓的部 其中一个莲华部 可以讲起来是阿弥陀佛如来 他本身是组长莲华部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以莲花 都是有莲花的这个词 八宫得水 还有莲花 种种的 莲花童子 本身也是从 八宫得水 及所有的莲花当中 化生的莲花童子 莲花生大士密教的祖师 也是在莲花里面出生的 所以才叫莲花生大士 莲花生大士 那这尊如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在 在整个中国来讲起来 家家都是弥陀 夫妇都共观音 其实观音跟阿弥陀佛是在一起的 观音跟阿弥陀佛是在一起的 还有大士智菩萨 大家很少念大士智菩萨 南无大士智菩萨 因为他们西方三圣 就是阿弥陀佛在中间 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 左手边是大士智菩萨 观音本身的显化很多 所以大家都认得观世音菩萨 就不知道大士智菩萨 其实大士智菩萨里面 在这个净土宗 净土宗里面非常重要的 也有一个大士智菩萨念佛言通章 念佛言通章 大士智菩萨也是主张念佛的 在净土宗里面主张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在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跟大阿弥陀经 还有一个往生论 里面 这个主要是净土宗的净土三经一论 净土有三经一论 三部经跟一个往生论 是主要的经典 其实还有很多的经典 都提到这个阿弥陀如来 那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人见面 一般来讲一合掌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以前电影上也是一样 电影上和尚跟和尚见面 阿弥陀佛 其实我们都被他教坏了 应该是阿弥陀佛 不是阿弥陀佛 你看那个以前的电影 和尚跟和尚见面 和尚跟基士见面 就是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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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的就往下降 我们晓得这个轻音的都是往上升 重音都往下 向下 我们将来往生西方就这样 阿弥陀佛 就是往上升 有一种往上升的那个 阿弥陀佛 就阿弥陀佛 就没有了 这电影有时候教坏众生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也是这样子教 音也是蛮重要 因为我们念这个樊音 像那个藏音 阿明明是阿字才对 它变成哦 那个所哈是轻音 我们念咒念到最后 来一个所哈是轻音 变成什么 三波好 三波好 所哈变三波好 差很远 所以有时候对音差很远的 当然师尊的音也不是标准的 因为师尊有台湾的音 又有这个国语的音 还有呢 广东的音 这都是被你们广东人弄坏 有时候被广东人这个 这个讲讲讲讲啊 讲到最后啊 就是突然间来一个这个 不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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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啊 一下子就 异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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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滨倒 异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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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管准不准 大家听得懂就好 这阿弥陀佛真的是很一个西方教主 他主厨像整个净土宗 净土宗完全就是念阿弥陀佛 净土宗本身就念阿弥陀佛 就是一个很大的宗派 当初的时候我们称为异行道 这个我们念佛 靠着阿弥陀佛的这个加倍的力量 就可以往生到净土 这个当然是很方便 但是到了净土 还是中途战 但是不会退转 不会退转已经很好了 不会退转你就能够成佛 一定可以成佛的 所以其中有所谓九品 九品莲花生 当然以前我讲过是十二品 十二品才对 因为在烘神棒里面就把它变成九品 因为十二品当中 白色的莲花童子 白色的莲花童子得到阿弥陀佛的指令 他说你下凡器 这轰神棒有一个这个 其中有一个叫做归零性母 他已经被砍掉了 但是他因为他被砍头的时候 这个变成很多的细菌 在残害整个众生 就像那个什么禽流感啊 那些变成那种细菌在残害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就给了这个莲花童子 一个布包 然后你下凡器把那些细菌全部收回来 这个阿弥陀佛他就真的下凡 不是阿弥陀佛 是白色的莲花童子 他只把袋子一打开 所有细菌全部通通收进来 然后绑起来 他就抬着这个这些细菌 往西方极乐世界走 这个一走啊 但是半途上啊 贪看这个山水 哇这个沙婆世界那么好 有山有水 有这个清水烦绕着这个山 风景非常好 就把布袋放下 布袋放下了 那就探看这个结果呢 这些细菌又飞出来 跑来一部分细菌 跑来一部分细菌啊 这个飞到哪里了 飞到西方 已经很接近西方极乐世界 飞到西方极乐世界 把十二品的莲花生 吃掉三品 所以变成九品 所以这个莲花童子啊 会下这个凡间啊 白色的莲花童子 带所有的莲花童子下凡 恐怕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啊 这十二品莲花生 既然被归零姓母的那个细菌啊 吃掉三品 剩下九品莲花生 不过九品也不错啦 九品刚好是这个最上的三品 中间的三品 下变三品 下变三品 九品 对啊 是九品啊 是九啊 三三 三三九 这三三九啊 是刚好剩下九品 上三品 中三品 下三品 刚好是九品 其中的那个三品 太高了 不用了 这个是题外话 题外话 讲一个题外话吧 有一个老婆对老公讲 老公啊 我看到一个包包 非常的漂亮 那种颜色啊 非常的好 那个外型啊 那个一直讲下去 老公就讲说 讲重点 不要讲那么多 老婆就讲重点 三万块美金 十尊不可以讲题外话 要讲重点 阿弥陀佛要讲重点 你讲到封神棒去 这个重点嘛 两个 一个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重点 阿弥陀经里面最重要的 你要念佛 一心不乱 这个就是重点 你心如果散乱 心如果散乱 那么你念佛不成 念经也不成 其实我们所念的 大部分都不成 我们念佛念咒 这个念经 很多都是不成的 为什么不成 因为你心散乱 心啊很散乱 其实那个阿弥陀经是主张 我有一些法师是主张 你善念也好 总比不念好 中间啊 有一个这个突然之间啊 你再念念念 已经念得很善了 因为你脑海里面想的是别地方 还是在念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突然间打雷 下来讲阿弥陀佛 那一句是真的 所以善念当中也会产生真的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有一个老太婆 他念佛念很多 一直念念念念念 念啊 就把这个一个种子啊 就放在 念一句 就把一个种子 放在这个 一个饼烫啊 这个桶子里面 哇 念了很多 到最后 他到了这个 元罗王那里去 元罗王说 你念佛多少 我念了很多啊 一大桶的 那个阿弥陀佛 他说只有找到一个是 拿 元罗王拿起来一看 把他一戳 全部东东都 变成粉了 一戳就是 你这个念的都是扒 台湾还叫做扒 念的都是扒 其中找到一个 好硬哦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他那一天 念佛的时候大雷 那一句话 真的是求阿弥陀佛 所以那个才是硬 这也是题外话 不过我们念佛 真的一心不乱 持咒也要一心不乱 念经也要一心不乱 你啊 不要有什么扰乱你 扰乱你的心 那么你所念出来的 一定是光明灿烫 所以在受戒的场合 常常贴来一句话 贴来一句话 什么话 唐伯福的古话 不是的 不是唐伯福的古话 真的是贴来一句话 他说灵动千江水 勿扰到人心 你宁可去动千江的水 也不要去扰动一个修行人的心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不管你是男士 是男的 或者你的 我们这些光头 在这里很多的 这个男的光头 你一个 你的居士来 男的光头啊 这个春心荡漾 你就是扰动了道人的心 如果是一个比丘尼 一个非常这个帅又高的这个男士 那比丘尼一看到 哇 这么高 这么帅 哎呀 我当初为什么要出家 这就是扰动了这个比丘尼的这个心 所以一心不乱就是在讲 灵动千江水 勿扰道人心 但是这个道人的心 如果这么容易就动的话 也不是真正的修道人 修道人你必须要修道 一心不乱 无论我做什么事情 我的心 还是由我的本尊存在 我的心一直存在我的阿弥陀佛 摇斯金母 地藏菩萨 我的本尊都在我的心中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忘掉你的本尊 而且在悉空之中 有你的本尊在看着你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的本尊永远都存在 都在 在你的身体里面 在悉空之中 在周围 这个就能够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十一住行 我们修行十一住行 欲乐 包括欲 教育跟快乐 全部通通都是 依着本尊来做的 你就不犯戒 食 食 就是供养超度 依 就是披甲附身 住 就是做结界 做了结界 行 就是你就是在精进的念佛持重 欲 你在学校里面 你也是观想本尊在悉空之中 种种的听法当中 你也是观想你的本尊跟你在一起 那 你在最快乐的时候 也不要把本尊忘掉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 中文字幕称之异